我今天分享的書是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的那樣工作 主要是針對習慣 就是如何培養出一個好習慣 而介紹的一本書 那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是Sarah 那我姓宋 那這裡有個小朋友 就是我的小朋友 因為等一下會講到那個 關於小孩的好習慣養成的部分 這也是我看出了一本書的原因之一 那我們公司是Springhouse 春水堂 但是不是搖泡泡茶 春水堂 我們是春水堂科技 那我們講春水堂科技 其實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那其實我們是2000年很紅的阿貴的公司 那我們之前是動畫公司 後來轉型到網路這一塊 到現在APD 以及後來我們成為中央電信公司 後來這裡有一次很醜的娃娃 它是中央電信推在LINE的娃娃 有 我們現在在錄影 找到什麼圖 欸 請記得卡高 那我本身是我們公司技術部門 技術部門開發的部分 可是我不是工程師 而不是企劃 以及做法想這一塊的 那目前我們今天工作一天 web mobile app相關的企劃 PM這樣子 那我個人興趣是做筆記阿 旅遊阿 玩遊戲阿 我們個人都一樣 對 然後還有攝影這樣子 這個興趣是做筆記這件事情 對 筆記是 那剛剛前面兩位有做筆記 沒有 因為我最近走電子的話 因為我剛可能覺得坐在這裡低頭寫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跟旁人用筆比較禮貌 所以他這樣竟然帶筆子帶你們去的來 因為我最近在盡量書位畫我的筆記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本書呢 這本書 欸 首先這本書我沒有買 是同事界的 是我們副總介紹給我這樣 但是我有一個本 他介紹的理由有點急扯 他跟我說 他裡面介紹一個故事 他透過培養習慣這些事件中 所以他介紹我看的這本書 他管多安槍你喔 6 6 對 我會借給他看 我會借給他看 欸 記得我不要看那個 對對對 那另外他裡面 他有帶到一些關於發掘User真正的渴望部分 因為我本身進化的部分 我可能想要知道我怎麼設計 會打中User的心 那以及一些相關行銷的部分 他的做一些簡短的 嗯 其實也不簡短的 我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那這次就引起滿多興趣 後來引起滿多時間 一看再看 以及自己再去做理解 做一些分析的想法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是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好習慣、壞習慣 那我自己也有自己長年以來 完成了一些壞習慣 就是我也想改變 那另外就是 自從我小孩之後 其實會覺得啊 生活在這個人的世上 實在已經沒這麼單純了 因為你必須教育個小孩 那教育小孩很多養育書 就是說 你還養成好習慣 殊不知 你養成自己好習慣就很難的 你還養成自己的小孩 所以這本書也讓我去研研生 其實這本書從後到尾 都沒有提到養成小孩是關鍵的事 而是我自己去實驗在小孩身上的時候 可能是小孩比較小 腦袋也還比較小 所以還蠻 讓我發現它是一個最快的 一個實驗 人家說習慣 養成習慣是25天 小孩最快的兩天 就是不一定要repeat repeat 他可能就養成這個習慣 在場各位都好像年輕了 我等一下小孩一提是不是 不要帶太多 你不知道姿姿跟子女的那種 好 那這是那個書裡面 美國心理學之徒他有講到說 我們這輩子很多所作所為 都已經定型了 它一切不過是習慣中的 那甚至於你現在每天早上起床刷牙 還是做什麼等等 換衣服等等相關的行為 你所有的新聞中有40%都是習慣造成的 這個習慣可能是你腦袋都完全不需要動 然後一腦多都沒有動多少 你就已經在做那件事了 而自己完全不知道 我那時候其實我記得在做看這個習慣這件事 我還蠻覺得不以為然 是慢慢的 它從科學的角度 這本書它從科學的角度 一直從一些小故事中 我才去相信說 因為它習慣是一般的影響 影響我們每天每分每秒的時間 那前面第一章節還要講到一個 以科學 它以科學的角度 以及大家常常知道的一些小白療書的實驗 那左邊 左足這個項目是說 一 啊好常喔 算了 我大概在看囉 就是它把一隻小白老鼠放到一個空間裡面 那它先用一個指板把它擋住 它把指板移拍的時候 它有個咔嚓的聲音 那它在上面另外有放一個巧克力 那另外一邊沒有 那其實老鼠他把指板拿開 然後引出那個咔嚓的聲音之後 老鼠的腦波都會呈現一直在動的狀態 就是一直左右左右左右狀 他可能不會一次就走到那個巧克力 他先走到右邊 再走到左邊 所以他就小老鼠就基本上用探索的方式 那 誒 我剛剛有的不是老鼠 這一週後應該是放在下一張圖的 那他在一開始的腦波會呈現 都還蠻動蕩的 蠻動蕩的 感覺到說他腦袋裡面都一直有持續在動 不過我剛剛忘了講了 為什麼會可以偵測到腦波 因為這是讓小孩要被做過實驗嘛 他裡面要被放一個偵測的小體驗這樣子 那其實久了 其實這個實驗 只要一週 那這個老鼠 他只要聽到這咔嚓聲音 他就會自動往左邊 他都沒有經過探索 他直接左右左右方法 或是直接前進去左轉 他就不曾再右轉 以及做任何探索的動作了 那其他的腦波 也被發現說 他只有在聽到咔嚓聲音 跟吃到巧克力的時間 去吃到或滾到巧克力的時間 腦波才會在動 然後聽到聲音 他們腦都會動 那其他時間 腦波 腦力 已經完全都沒有動 因為他已經完全養成習慣了 因為這是小白癢物產期間 跟我們一般所知道的養成習慣二十幾天又更晚 對 那其實他這個習慣的回路就是 咔嚓聲音 是一個提示 那老鼠他在探索 探索 探索 然後左轉 那就是他的一個慣性的一個行為 那他得到的獎賞就是巧克力 那其實整本書 完全都在講這個這三個動作 那前面一開始 從這個科學理論中 我可能還只想說 過這小白老鼠試驗 那它裡面其實還有講到一些 講到一些美國的一些醫學的案例 關於一些腦力受損的人 他們腦力已經受損得很厲害 但是他們可能無法形容說 比如說他怎麼從一樓走到三樓 或者是他怎麼走到廚房 走到廁所 但是他在腦力受損 很多地方主派之下 你只要把他養成習慣 他還是可以去做這件事情的 甚至於他已經沒有照理說 他應該沒有這樣的自己能力或基因 但是透過旁人的那些習慣 旁人的去引導他 重複去做 他就會養成這個習慣 那其實他也有一種 那個書的前例才是在表現證說 習慣這件事 無論我們已經養成20年 30年 40年 透過一個好的體事行為 以及自己放置內心的一個牆上 你就可以養成這個習慣 改變你舊有不好的習慣 那另外想講一個 他裡面讓我覺得 感受還蠻意外的一個小故事 那其實我和大家刷牙應該都用牙膏吧 沒有人只有擺開水嘛 除非家裡吃小牌的 那其實我的印象中也是從以前就是用牙膏這樣 那其實在早期 早期要拓展使用牙刷牙膏 這件事並不容易 那其實一開始他們是去教育消費者說 牙齒上會有一個黏板 其實這件事情我現在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看到現在的那個 你就自動的 大家為什麼會牙齒都用舌頭去填一下你的牙齒 其實一開始要請大家用刷牙、牙膏 使用黏板這次你來提醒人家 那一開始也只是很單純的人家說 然後你要用牙膏刷牙 你的牙齒就會很結白、美麗 特別又有一個漂亮的女孩子的圖子之類的 在長期的廣告來說 那後來白素的廣告開始推出牙膏之後 它整個完全就是泡了紅 完全乾掉現有很多的牙膏 那大家就會分析為什麼會這樣子 明明大家都使用牙膏啊 可能你用草莓、用香蕉 還是你用一般健康取向的口味這樣子 結果後來發現說它的牙膏裡面有一個化學成分 化學成分 那時候我看到兩次就有點怪 我早期大家可能對健康醫師沒有這麼明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每天早上用的牙膏刷完牙 嘴巴都會覺得清涼清涼的 那原來 而且我想到從這麼多年前到現在 這個習慣都沒有改變 在早期的牙膏是沒有這個清涼胃的 那其實真正的講上根本就不是牙齒多漂亮 而是這個清涼胃去養成用這個習慣 我每次刷完牙就覺得清涼 我沒有這清涼胃我就不會覺得我刷過牙 後來我自己看了這個案例之後 我覺得有點記憶多大 好像只能是講我今天怎麼換了一個 那有點像是你用灌了某一個洗髮精 比如說你用某一種洗髮精有兩種 清涼感我記得是什麼 你用某一個洗髮精用久了 當你換了另外一種 你會立即發現說 欸 那個洗髮精花了 但是在你沒有換過 或者你沒有遭遇到不同的變化之鮮 我們已經完全養成習慣了 我覺得這個還蠻妙的 那另外它裡面也有帶到一些成功的組織 他們是如何去養成習慣來帶到他們的企業 給他們組織相關 能夠讓他們的業績更好 比如說他裡面有提到星巴克 星巴克他是取他一開始 除了他一開始的創業 從他買下一個只有兩個分店的店 到後來一個全世界的展店 其他針對他們 像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在星巴克工作的人 那我自己是沒有啦 所以我身邊有幾個同學 他們也進行星巴克裡面工作這樣子 那他們其實對員工是叫夥伴 那他們的教育訓練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都這麼的 呃...這麼的有規模 他書裡面也提到說 他們針對員工的教育訓練是非常地 有一套很好的那個訓練方式 那甚至於說他可以改造 他有從小在獨幻、父母、胎肌下長大的小孩 他是一個P2很低 沒有辦法控制情緒的小孩 那他針對他們 他去訓練他的意志力 就是透過習慣以及一個夥伴的手冊 不是如何對付客戶啦 就是如何親切對待客戶 而且你不能給客戶有那麼虛假的感覺 虛假的感覺 之前星巴克有一度危機 他也是經過這樣的教育訓練 但是大家會不會覺得星巴克有功能講 然後我想大家在外面喝咖啡 或者是一些服務員、服務業 他們很多服務人家的方式是蠻虛假的 你會覺得說...會覺得太舒服 但星巴克其實蠻少給人家這樣的感覺 他都完全透過他們裡面講的教育訓練的方式 他其實剛好講到說那個狐犯小孩 他後來在美國也從來兩間分店的經營等等 甚至於更多其他的相關案例 那之前我想大家都聽過這個案例 就是先別急著吃免花糖 他這個也是在看一個習慣的原理 如果去養生這習慣原理的事情 下面的附註是他之前是一個史丹大學 對一些四歲小孩做的實驗 那他說我覺得還蠻驚訝的 因為我自己五歲了 那他都會急著吃 史丹夫還是史丹大學 史丹夫還是史丹夫 史丹夫還是史丹夫 史丹夫 對 那關於下面這個棉花糖的實驗 之後自己會蠻想說是在自己的五歲小孩身上 我們要好好再訓練他一下 因為他控制靈活好好在 那這是我們公司的一個 我們公司前陣子為了員工去點健康早想 因為畢竟我們是網路科技公司 大家前天到晚都坐在邀請宴跟迴奏 甚至於是公司 就是坐著水上熱索 甚至一點水中的早晝 一天上不用起車的座就可以點啪啪啪啪 所以公司為了我們健康早想 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放一月 那我自己不好意思我先承認 我自己不是POWK那一個 只是我自己在觀察我同仁 我從國會沒有一批同仁 他們會比較好去POWK 只要音樂爆他們自己就會走出去自動 走出去然後電梯結合搭到一樓 然後才爬到十一樓這樣子 然後我們只是為了大樓這樣子 那這然後他們可以得到 那我後來發現說他們為什麼會 後來我會問幾個總事說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厲害 你們可以養成這個習慣 那我也很奇妙說 他們這個完全很像我們這個原理 那以及說他們就真的 就集結去POWK 而且因為男男女女還多的嘛 他們除了健康 他們自己吸引自己除了健康之外 另外其實他們是邊走樓梯邊聊天 並不是一個人慢慢在那邊聊 一個人很無聊在那邊POWPOWPOW 但是每女生男生都會邊走邊聊 邊走邊聊之類的 那後來發現說原來大家可以這樣子 養成這個習慣 是因為就很自動有提示 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個時間 那就很單純很簡單的 花三分鐘你爬個 體力好的就花六分鐘爬個兩趟 五分鐘爬個兩趟次 而且大家 之前我有幾次自己覺得 欸這樣不行去爬的時候 我會聽到大家很厲害 可能在一個禮拜內 他就可以爬兩次 然後都不會喘 因為我爬一次我就很喘 可能跟個人健康就不太有關 但是也有同仁養成不好的習慣 比如說抽菸的同仁 所以就是一分兩趟 有個人就說 被有的後面抽菸吸菸去 然後有的是去爬樓梯 我個人是非常倡導抽菸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通過音樂提示 還是什麼提示 不然發現這個提示都會非常有用 那就是我個人一個養成記長習慣 那我自己早期錢呢 花的有點兇 大概就是錢賺多少 最容易花多少 升級會超過 那我先生就 因為我先生是個人是一個 我先生是一個比較嚴謹 跟極力養成 個人習慣的一個曲蟹座 對 那我是比較只充控制 跟很隨心的私自座 所以我自己就很容易 比如說就算他叫25G這樣 我會忘記 那他不是一個會隨意念著我的人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好啦 你也不要每次花什麼錢 你就記什麼帳 那你就至少每天記一次 所以我就射一個鬧鐘 每天9點提醒我記帳 那我說講的社女校 就是說當你一個人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難養成習慣 那如果有另外一個人跟你一起努力的話 會比較容易 那後來 欸 我又真的養成記帳習慣了 偶爾我會去靠賞購物一下 那其實比較好的是購買基金 你累積一筆金額就購買基金 那其實就會養成這個習慣 就直接看到了 好 那另外就是養成小孩的好習慣 那這邊其實這是基本上很常看到的 比如說你給他固定了一個位置 一個工具 那要求他在那邊專心的吃飯 而且沒有那個東西就沒有辦法 就不讓他吃 那這樣就很容易循環養成這個習慣 而且我現在很建議這個習慣 天外藥重效 從他開始吃副食品就要養成 不然會一輩子都是很大的影響 曾經飄食的習慣都是這樣養成的 那後來其實講什麼 來來來來來 這是我自己使用的方式 好 那結論就是 整體來說整個習慣的改造自然 就是這四個方向 就是找出貫切的行為 其實就是用做筆記的方式 你可以完全記錄你一天的相關生活的方式 那你去實驗 看出說你真正想要做那件事的目的是什麼 那以及去找到自己真的可以促使你去做 那一個慣性行為的提示 就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就是靈體體化才能夠吧 那我現在只是沒有成功就是減肥這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做完就分享說 我要再好好思考一下 到底要怎麼把這東西下來 或者兩層運動的習慣 也許你不是在這東西來啊 只是以後來幫你好 邁來而已 隨時做出了一回事 我記得你剛才才去做了 3個